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怪物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国军搞什么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 我在军中仰赖的技能 本职学能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一个现代的军人具备本职学能 及合格的体能 应该是最基本的 如果强化了本职学能及体能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军人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你的本职学能那么强 为什么长官都拿你没有办法 为什么长官都讲不过你 为什么长官都按照你的话去做 其实我也只有对我自己的宾科 及接过的业务比较熟悉而已 长官问到我熟悉的问题 我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次的机会 除了增加自己的曝光率之外 也让长官知道我的能力 对耳后战缺 晋升 或者是调职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的本职学能 也不是初任官就那么优异 也是经过一点一滴的累积 才有最后的我 其实我刚下部队的时候 也是呆呆的 直到我看到连上第一次课前准备会议 整个就让我震惊到了 我整个就吓坏了 连上的干部正在垫一个 四讲四交宏信的宗室 真的就是垫爆了 当时我才发现 原来下部队后准则是那么重要的 不能像分科教育一样糊弄过去 我跟自己说 我一定要强化本职学能 首读准则 不然下次被垫爆的绝对是我 所以我每天晚上洗完澡就寝后 我就带着我的准则 泡面及皮鞋到厕所去 带泡面是因为会饿 带皮鞋是因为连长每天午茶 都要看到所有的干部皮鞋 都是最亮的 你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要到厕所 在寝室不能看书 吃泡面擦皮鞋吗 问题是 你那么菜 你敢在干部寝室做这些事吗 应该不敢吧 洗灯后就只有厕所 可以开小黄灯 我不去厕所看书 我要去哪里看书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 激励了我 我花了半年的时间 每天看到晚上两点 终于把步兵连教折以下 所有的准则 全部背下来了 那个过程真的很辛苦 睡眠时间永远都不够 但是我从不后悔 因为那些准则 我用了快18年 也因为那些准则 让认识我的人 给了我一点点的地位 也因为那些准则 我让很多长官知道 官大并不是学问大 唯有依据准则教范 才是王道 以下就列举我服役过程中 五个比较重要的例子 让大家能更深刻的了解 准则教范的重要性 提供国军基层干部做参考 第一个例子是 有一次为了支援某一个单位下基地 我在基地前被调整到该单位服务 在专精管道训练节训前 突然有一批军团级的督导官 来实施成果验收 我看到他们那种眼神 好像就是要来狂砍我们单位的感觉 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有些督导官看起来就是那么讨厌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司令也说过 上级要以辅导的态度去督导下级单位 不要只会带一些缺失回来 我看了十年了 好像改变不大 当时督导官开始询问各种问题 我都是按照准则一字不漏的回答 我有看一下督导官的表情 应该有吓到 从此之后 他们也帮我取了一个外号 叫做某准则 这个风声也传遍了整个中部地区大部分的单位 也谢谢那些督导官的赏识 还帮我做了那么大的宣传 有的人看到我 直接就说 你就是那个某准则 真的也造成我不小的困扰 第二个例子是 某年我到某宾科学校去接受进修教育的训练 我记得当时有个张姓的中校在教授连的课程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觉得学员受训完毕都是要把最新最正确的资讯带回单位 所以教官的责任重大 绝对不可以把错误的讯息传达给学员 突然在某个进驻的时候 我发现了问题并举手向教官反应 教官是回答了我 但是这并不是正确答案 我就顺着他的答案继续追问 一直问下去 他就整个就回答不出来了 而且现场的气氛有一点僵 因为我们一句来一句去的 最后他竟然叫我到教室后面罚站 他以为罚站就可以封住我的口吗 下个进度我继续问 问到他回答不出来 他叫我蹲下 你没听错就是蹲下 最后副学员长一个老学长直接跟我说 不要再跟教官吵了 我才安静的下来 钟声响了之后 教官丢下一句话 以后上我的课 你就到教室后面罚站 我真的站到他的课程整个结束 但是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对的 因为正当他们读200题库的时候 我已经把陆军作战药缸全部背完了 第三个例子是 有一次我有一个机会 跟着一群长官到各宾科学校 去参访几个星期 到达步兵学校的时候 学校有安排一个中校教官 为我们讲解赢的课程 这个课程他已经教授快两年了 就在其中一个简报 我忍不住举手发问 请问教官 这个简报的兵力配置 是依据哪一个准则或叫犯 他看了一下简报说 啊我简报物质了 画错了啦 当下只看到全场的长官看着我 那个眼神好像在说 人家教两年都没有问题 就你来了这样也被你看出来 更有趣的是 上完课我们就要带队回营社 这次刚好轮到我带队 走到一半突然一台草绿修理车 在旁边摇下了车窗 说了一句 你怎么在这里 其实我背影还蛮好认的 一个航特部的少将 航特部没有几个少将 我就说我来部校参访 他马上回我 你都比教官还厉害了 你来参访什么 瞬间那些队伍中的长官 也更是对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四个例子 有一次跟着单位幕僚长 参与了一个军团级的重要会议 会议的主持人是参谋长 我想陆军的某些资深人员 应该都知道他 赏门很大 一个步兵的老陆 本职学能也很不错 虽然人家退了 还是不要泄露人家的名字好了 会议进行到一半 他突然间问了个问题 全场鸦雀无声 没有人敢回答 全场大概三十几个人 他就从他左侧的主管开始点 点到右侧的各单位幕僚长 再从左侧第二排的相关人员再点 点到右侧第二排 我是倒数第二个 最后我没有给步兵丢脸 我回答出了正确答案 我知道参谋长有吓一跳 因为他本来想好好表现一下他的准则能力的 没想到却被我抢先了一步 从那次会议之后 参谋长也更认识了我 以后有什么问题 他都是第一个问我 第五个例子 我在担任对职官的时候 学员有一次要实施现地战术的课程 需配挂防护面具 我指导所有学员一律踩腰挂 然后部队就经过了校部大楼 我就被校长叫过去了 问我说 队长 为什么你的部队防护面具踩腰挂 我当军人26年了 从入伍训开始 班长就教我们防护面具是尖挂 你怎么会搞个腰挂呢 校部的所有人员都见证了这个场景 我跟校长报告 准则已经修订了新的防护面具配挂方式 他回我一句 准则在哪里 拿出来啊 当下我要去哪里找准则啊 部队离开之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准则 说也奇怪 我到学校的准则阅览室 还真的找不到这本准则 没有办法 我只好上国军的准则资料库 下载这本化学通用装备操作手册 第一时间就冲去敲校长的门 把操作手册的内容跟校长说明 他竟然说 什么时候改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心里想 是你自己没有随着准则的修订 而更新自己的头脑吧 隔一天 他也集合学校所有的学员 当着各班队面前跟我道歉 还算是蛮有风度的啦 所以身为军人 对各项准则规定熟悉 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只是我其中的几个例子 目的是要跟各位基层干部说明 官大不一定学问大 唯有熟悉准则规定 才能创造自己的地位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军人 以上是我针对我在军中仰赖的技能 本职学能的说明 就提供大家做参考啰 如果大家对国军基层各项事物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 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